新闻 哇哇哇 挖掘新闻电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我是宇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哇哇哇 好 为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呢 是我们的媒体工作者胡孝成先生 还有一位呢 是我们的法学 法医学科的主任高大臣高博士 以及我们的医师洪浩云洪医师 还有购物专家陈真小姐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医院有一些禁地 所以各位不要乱床 好吗 那么上次我们播出 医院是不可思议之后呢 反应很好 很多人看到呢 就不敢走那个长廊 OK 其实这个反应有点超乎我们的意外 OK 我们真怕台大医院打来抗议 那么所以呢 上次讲到医院电梯的恐怖故事 因为洪医师以前在某家医院工作 那个旧大楼区 有个可以看到外面风景的电梯 通常搭这个电梯 大家都会看外面风景 你习惯 对不对 但是呢 你曾经有遇过搭这个观景梯的时候呢 同跟你搭电梯的人竟然脸色发白 是不是突然心肌梗塞 是不是先跟我们讲一下 心肌梗塞发作的时候 会不会是有脸色发白 然后冒虚汗的这个症状 我们应该施予什么样的急救呢 因为现场有个人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主动脉过离 类似心肌梗塞的状态 我这样一次问完三个人要回答 先讲那天为什么会 然后陈真的也会告诉你 应该买水 对 OK洪医师先讲好了 还是先讲回当时那个电梯的事情 那就是 我们那个电梯是从地下室上来 那其实他在一楼的时候 外面有商店的那个墙遮住 所以要到二楼以上才看到外面的景色 那结果我们进去的时候 一楼打开来一个老先生进来 结果进来到了二楼之后 我们本来是在 不过那时候已经是晚上的事情 他本来是在 我们没事就对着那个窗户外面看 结果 他怎么一下子那个脸色又变得很不好看 就转回来 其实我也没有在意 因为我 反正这个医院拍你当搞小狼了 结果 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说什么 他的那个腿好像在抖 我就过去看到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有跟我说 那个电梯上来之后 那个观景窗 就是那个 那个玻璃的外面 两层玻璃之间 怎么夹了一颗人头一起跟着上来 一站 对啊 不过 其实这个 因为我也没看到 所以其实我也不会觉得害怕 但是另外一次有一个比较有毛的就是 我上来的时候呢 我进 也是一样就是我从B1上去 然后我按的是八楼 对不起洪医师 可不可以我们把它讲一下就是 什么叫做 他们夹着一个人头上来 因为没有那个图啦 这是电梯的 我们里面的这一层是玻璃嘛 那外面 也是围着一层玻璃 所以在这两层玻璃之间是有一个缝隙的 对 所以他电梯上来的时候 到了二 因为我刚刚说一楼外面看不到东西 对 所以出了二楼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人的头夹在这两层玻璃一起上来 夹在这两层玻璃一起上来 还有一层玻璃 对啊另外一层比较毛了 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按八楼 哎就 哦不对 是我按六楼 然后一楼进来这个大妈 她按八楼 结果 大妈是几岁 好不好意思 大概五六十岁 其实我对女性的那个年龄 没有什么感觉 对 就像我觉得 洪湞跟余美琳姐 应该差不多大了 对对对 我们都二十八 哈哈哈哈哈哈 那结果上去 大妈 大妈 好这个 这个这位大神 好反正就是一个女士 大神 那大神啊 这个胡锡郎 这个阿婆 你再形容下去会出事 对对对 我等一下出不去了 总之就这位女士呢 她 按了八楼 哎可是怎么 走着 电梯到了六楼 我出来的时候 她就跟着我一起出来了 我就奇怪 这个不是 跟我按不同楼层的吗 她出来之后 就 那个态度又不是很正常的感觉 她就跟我讲说 哎 医师你刚刚都没有听到 听到什么 因为进去的时候 我通常按完电梯之后 我就会习惯站在靠 控制面板比较远的地方 这样让后来的人 可以自己按电梯 所以她是进来 她就说 她电梯关上之后 她就听到有一个女生的声音 在她耳边说 九楼谢谢 所以她 我后来就很想到 没错 她进来之后 她按完之后 电梯动了之后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不过那时候我不在意 因为观景电梯 大家都看外面 不过我就觉得说 这个声音就真的很奇怪啦 因为 这个就 是你亲身听到吗 我就没听到 一样我也没听到 所以我说我这个人巴士 其实很重啦 我才容易碰到这些奇怪的东西 那问一下高法医 就好像是餐厅啦 没有 回到医学的部分 心肌梗塞有什么症状 你没人知道 对啊 心肌梗塞会有什么症状 你要问胡孝成他曾经 我是主动脉剖离 不是心肌梗塞 对啦 那时候是怎样 一开始怎样 一开始的时候 我一开始是两边的肾脏 会很像剧烈运动的心脏压 要整个弹出来 然后你弹出来之后 开始就会痠 整个人就软掉了 所以我那时候是 在办公室我整个是趴 就是贴在那个 所以你主动脉不离 头一刻疼是疼腎脏 对 因为我是因为胜性所 因为胜所引发的高血压 引发高血压 所以先是痛是痛后面这边 然后后来之后 就开始转成胸痛 那个胸痛的那种感觉是 有人就好像 你好像感觉 有人拿了一个开胸器 把胸牙扯开那种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后来在那个 在急诊室的时候 医生跟我讲 因为他问我是状况怎么 我说还是很痛 你是被救护车送进去的 没有是我同事 当时我在一个电视台里面 你走进去的 没有我是被我同事扶了 然后坐电车到那边这样 后来之后他说是一个小时 帮我打了两只泪马飞 我还压不住那个疼痛 所以就知道那有多痛 所以你有幻觉吗 我希望有 我一直希望能够有幻觉 看到美女这样 结果你没有 他那时候应该讲说 你没有宾尺经验 没有没有 那后来你就昏了 对后来就昏掉了 我在昏之前的时候 我第一眼看到是我弟弟 我弟弟问我就说 哥哥你现在怎么样 我现在很痛 因为他很虚弱 后来他就问医生 那医生就这样过来之后 他就说我哥说 说他胸还是很痛 那现在怎么办 后来医生竟然讲说 那我没办法了 一个小达两只 那个马飞了 那只能等你哥哥 就痛了昏过去之后 他就没感觉 话一讲完之后 我不知道我从哪来的力气 我就觉得心里面有根火 你知道为什么 你已经很不舒服了 然后你就听到医生说 那没办法了 你只能等他痛的昏过去 我整个人弹起来 我记得我是弹起来的 弹起来之后 我就跟医生讲说 你讲那什么鬼话 然后我就再下去 过来 还有力气骂人 那医生那是急救的一部分 对 弹起来然后昏倒 我真的是整个弹起来 后来我再躺回去的时候 我就昏了 就昏了 对 所以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对啊 没错 这医生医术不错 我也觉得他医术蛮好的 一些根本就不用担好地昏 一说了你就会昏了 你为什么说 这个医院里面的电梯 有一些状况 我想除了医生以外 大概是我是在场里面 大概在医院住宿 日子最久的一个人吧 因为我总偷偷 希望永远都这样 不要啊 因为两次的住院的话 我就总共是在那个医院 大概27天 大概27天的时候 所以他里面的什么 在医护在里面的很多护士啊 包括他护理长我都很熟 但他们就告诉我一件事情 就讲说胡先生我跟你讲 你常常喜欢溜出去 我那时候真的是很不乖的病人 因为我常常会溜出去 去吃东西啊 然后去逛大街啊 还有甚至跑到外面偷抽烟啊 这样子 那这都是不对的 主动卖玻璃啊 又跑到你头吃荤蜊 啊对啊 快闲起来吧 三好处 主动卖玻璃啊 对啊 所以三好处十好处 不够长哦 主动卖玻璃又不够长哦 14公分 什么荤蜊才有效啊 什么荤蜊才有效啊 荤蜊才有效 然后那个时候 那个护理长就跟我讲 他说 胡先生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十点以后不要去坐侧边的一个小电梯 那一般的医院的话 通常我们会看到就是 中间的那个地方会比较 那个电梯比较大 对对对对对对 那旁边有个小电梯 他说胡先生你十点以后 千万不要去坐那个电梯 我说为什么 你怕我落跑吗 虽然我的不良记录很多 但也不需要这个样子 不是啊 你抓起来没人看啊 他讲的一个理由是这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他跟我讲说 最好不要去 里面不太干净 你赶快打给陈辉文啊 打给他干嘛 他最想做这种电梯的 真的吗 他一定要叫鬼来找他的 等一下我就去找他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是真的吗 我那时候以为不干净 指的是说好像比较少搭 后来之后我就不以为意这样 可是我还是没有搭嘛 因为我就震大光明 就是说从中间就落跑出去 我干嘛要跑到侧边 后来就在那边 我记得还快出院的前两天 我就看到一个 也是一个老护士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侧边的十点钟以后 电梯比较大 是怎么样 是锁起来了吗 还是干嘛怎么样 说我跟你讲 有个状况 我是什么状况 因为在几年前的时候 那个有一个私自老人 他的说法是说 有个私自老人 他那个私自老人呢 他就是离开了他的病房 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子 在整个一个护理在那边 没有看到他 然后他就这样子走过去 走到那个电梯的时候 就进去里面 然后按 可能是 进电梯之后 因为他的记忆力不好 所以搞不清楚 他到底住在哪一楼 这样 可是呢 更坏的地方在哪 因为这个老人家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星际德赛 他就过世在那个医院里面 过世在医院里面还是在电梯里面 那个医院电梯里面 电梯里面 就过世在那个电梯里面 过世之后呢 那被发现到的时候 那已经隔天 隔天一大早的时候 是一个打扫了欧巴桑去发现到 那后来当然就 大概就把他给就是 把遗体都抬出去了 把他以为没什么状况 所以后来之后 就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什么 就是 常常会有这样子 大概过十点以后的话 那个电梯就莫名其妙 每一层每一层每一层 就在停下来开一次 就关起来 然后再停下来再开一次 那一个失智洞 应该是这个样子啦 可是重点在于就是说 因为有一个病患 那时候住在 我那时候住9楼嘛 一个住5楼的一个病患 他那天要落跑 像我是正道官民跑 他是偷偷摸摸要落跑 落跑的话 他就按到侧边那个电梯 进去了 进去的时候一进去 才刚开始往1楼那边按 电梯他刚下去没多久 他 后来那个病患 就告诉那个医院里面的人讲说 他才刚刚坐在 进入电梯没多久 就听到旁边有一个阿伯 就站到突然间浮出来 他不是突然间有一个人在那里 而是浮出来 浮出来之后 浮出来 浮出来 一个阿伯的人形的 有点透明透明 然后呢就跟这个病患讲说 你知道我住在几楼 那个病患 要跟他说胡笑成大高 对 结果后来那个病患就吓到 听说整个人是连滚带爬了去 跑到外面去 这是一个碰到的一个情况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这些医院里面讲说 是不是这个病患 所以他们魂没有走 应该是没有清好 那后来之后 本来以为是说那个病患应该是 因为生病的人通常一般来 精神力比较好 比较好弱 比较好弱 以为是他自己的幻觉 或什么东西 后来之后又碰到一个 就是一个 刚刚进那个医院的 先休息一下 好来先进广告 各位姻姻 我摸你下来啦 你要讲啊 来笑成 接下来 那后来之后就是有一个 就新到那个医院的护士 就不太清楚 晚上在值班 然后不知道要去拿什么东西 因为他那个地方是靠 护理站比较近的 所以他就走到那边去 就坐电梯 也是碰到同样的状况 也是听到 就是看到那个阿伯 就刚刚问他说 他坐在哪一楼这样 那个当然护士 就倒在里面这样 从那时候开始之后 就变得大家就是 尽量就告诉 跟病人讲说 10点以后不要坐那个电梯 那个电梯是 他会讲很多很多理由 包括什么不干净啦 常常可能会故障啦 到一个人 如果你生病的话 有没有就在里面的话 万一怎么样的话 没有人发现到 他其实事实上是因为 有一个阿伯 在那边旺盛 那他为什么 鐵电梯 不可以带一下阿伯 你去北楼 对啊 跟他讲就好啦 不敢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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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贴那个反而是阻止大家做那个电梯 对不对 对不对 要给他找阿伯 我问一下那个高法医 你们通常都在医院的地下室嘛 对不对 你的工作对不对 地下三楼最多 这是太平间吗 解剖市 现在不叫太平间 现在叫林安市 林 林安市 林文的林 林文的林 安静的安 是 林安市 是 在太平间 在本 林文的林安市 为什么 为什么都在地下三楼 没有 因为 你进进出的时候 比如说就要 这样一个人来的时候 地下室比较不会有人那个 而且地下室比较冷 那个遗体比较不会腐败 你真的相信那种见亲人会七孔流血吗 那个不是 那我上次已经讲过 就是我们一般人死了以后 然后亲人来到你身边的时候 大概都已经超过八个小时 那我们这八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的胃里面 我们人死以后 我们的胃郁就不会分泌嘛 就剩下那个胃酸嘛 保护了胃壁的胃郁就不会分泌了 胃酸 胃酸是一直腐蚀胃壁 死之后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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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跳停止之后 多久没有胃酸了 没有没有 只有胃酸没有胃郁分泌 没有来保护胃壁了嘛 你就开始暖暖暖暖 暖到一个床 刚才暖暖到胃筋 黏膜下面有斜盘 我没有胃液 可是会分泌胃酸 胃酸还在嘛 本来的胃酸还在 本来的胃酸还在 没有胃液去中和 对去中和嘛 所以只剩胃酸 它就会腐蚀我们的 腐蚀胃壁嘛 腐蚀到胃壁嘛 腐蚀到胃壁 这么快就腐蚀到胃 所以腐蚀到胃壁 它会快就破掉 你把胃壁摔掉 你把胃壁摔掉 为什么眼睛也会流 鼻孔也会流 鼻孔 鼻孔会啦 鼻孔因为从嘴巴上来 眼睛很傻啦 法院我要讲我一个 耳朵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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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那种大部分都是车祸啦 对 车皀到胃壁有同的这些所掌 不然就只会 看着车瘾流血啦 对 最多就是嘴巴这个啦 在这儿流 如果七宏流血一定 不是车皀到胃壁的 就是中毒死亡的啦 我们中国人最多就是 很容易造成七宏流血 所以如果油上人眼睛流血 你就知道害怕了 七宏流血 很容易用很好用 是 因为我以前跑新闻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菜鸟的时候 就有曾经去参访过一个 一个中年男子 他因为被车的回转之后 撞到 然后他头去撞到那个电线杆 他是这样子当下就死亡了 死亡的时候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以为可以看到 就是血肉模糊 可是事实上是 除了头上有一个凹下去的痕迹之外 因为以前没有戴安全帽 但是他身上都没有什么血 我们那时候想说 很少会看到车祸的时候 那个整个遗体状态是非常好 没什么血 那后来他加 对 就是前面一个地方 就整个线下去了这样 那后来之后 那个当然就是殡仪馆的先来嘛 那也要等到那个 就相关的人要过来处理这个遗体 结果殡仪馆来的时候先盖白布 我们也没看到白布 上面有肾血出来 那很怪 后来之后是 大概车祸发生之后不到两个小时 家属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然后一过来之后 他一个女儿 然后就这样子 就抱着他父亲的遗体 在哭 一哭的时候呢 就把我们吓到 这就是真的气口流血 一笑出来那个血就啪啪一下就跑出来了 这样 遗到的关系 那高一哥 是见亲人啊 不是啦 对 不可能 那不关系的事情 这个关系一定要改变 绝对不是 你叫我解答很多人心结 我一个亲戚就是他们家长辈过世 然后他是第一个到现场的啊 他也是哭得很伤心啊 可是没想到呢 大哥从南部赶上来啊 真的就过得比较久 过得比较久 所以原来是时间的关系 对不对 不是 第二你就要更晚去 第二你去就要敲一敲 有啦 所以教授我就说 十多张八个小时 要解播的时候 才请医美人过来 帮他摇一架 假装哭一下 就马上激活力出来了 不好意思 你这样子 刚才给你很恐怖的事情 在医院有 常常会看不到 因为在太平间 真的是很奇怪的东西 我上次碰到一个是 最妙的是 有一个病人已经死了 那医院就诊断说 这死了嘛 上一太平间 要请那个来 来开始完诊断师嘛 因为他 来的时候已经死了 救不起来 就送到地下室去了嘛 他就到一半 欸奇怪 怎么张医生 不是 那个那个那个 等于男士人 去小辈还怎样 不晓得 回来的时候 屍然尸体不见了 人家都走着 都奇怪 啊啊 那这部还没名 因为那个从头到的 就 都没有什么东西啊 都没名 没什么进来 哦 就完全都没有 一脚就撞起了 就上去 就上去 找人家的人来 啊 啊这人去放那边 也没注意 这人跑掉了 啊 跑掉了 都奇怪 所以走在那裡 整个病院找到都没有人 咱们在哪里 你知道吗 小天梯 不是 不是 你真的要不到 我大家笑 小天梯 这个台湾也不相信 他米在冰箱里面 嗯 那个那个 那个死完 不是用那个什么 冰柜 冰柜的 他自己走在里面 死在里面 他怎么进去的 所以他还没有死 就被送到太平街 那应该是什么 对 还没有完全死 啊那个病人 真的很奇怪就是 不知道什么 他以后心肌肯晒 因为来的死也不知道 都会喝嘛 嗯 啊死也为什么自己去冰箱 我也不知道啊 太热了 啊不 那边有一个正式的 整档中这死也不会 是怎么 因为那时候 刚才他们的冰箱 一般大 更大的病院 像台湾很多的 那一般的病院都差不多 九个而已嘛 用三三三三三三 九層而已嘛 不然你要多少 有九層而已 啊有的甚至只有两層而已 我就不知道他这么厉害 真的是 可是他躺的是最下面层 他还没有爬上去啊 等一下可是 人进来 到急诊室 急诊室说 没有这个人过去而已 就送到所谓的太平街 送到太平街 不是就放进冰箱了吗 没有 还没有啊 送去太平街在干嘛 不然先放 等一站他们家修来先看看 放下来 先放下来 先放下来 等一下稍微有米 才有放在冰箱 因为怕米出来而已 那边有米 万只冰 你冰了 那边都被冰箱 看不出来 有家修牌去喝嘛 所以我们都不可以 補好尸体啊 什么人把他送去冰箱里面 没有啦 自己走进去 你有没有监视器吗 没有 那里面没有监视器 没有啦 各位师 好 这个cOLOW 冰箱不灰 冰箱团 冰箱全都是要倒了 哪些 panel 你知道那很多朋友 我看到 兵鬼是要倒ですね 我说的 你有没有 尤過去 露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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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他沒有就大間 他又有一個電梯跟他殺來了 只有三樓的一個小醫院 結果死了以後就把他 弄到那個地下室去嘛 他在地下一樓 放了差不多 不到四個小時 五六個小時 這個人也不見了 然後大家都很緊張 剛好就看在這裡怎麼跑掉 要不要一直找到你了 還有你找到 他不是在北城 他早上脫下 自己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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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來你們判斷他死了 他死了可能沒死 我們有很多事 因為我去車後弄死在路邊 警察已經卡電了 卡了之後我去到那裡已經差一點點了 反正還沒死 那個車後那個人躺在還在呼吸 我去的時候要掩飾 我看有弄到哪裡 警察判斷是說僥倖的 對 已經判斷已經死了 可是方采來差快一個小時 我才到現場 可是去的時候他還沒死 我還叫支付再來救他 可是已經沒有辦法 那一定會死啦 那不可以 內出血 全都出一定死的 是說怎麼打那麼久這樣 那很多我們的 比較不只懂醫療的人 他就是這樣 他就看弄到 他的感覺就是要頂死的嘛 他就捕了 要處理這樣 這個是一定固定的那個嘛 我覺得你說後兩者 我認為都有可能 一個就是說車禍 其實判斷他死亡 可是他真的還沒死 但是他一定會死 也太嚴重 一般人很嚴重 你剛才說 事實上官判定他死亡 但是他已經上去太平間 後來他沒有死 他又跑回去他的病床 然後後來他死了 這也有可能 你說我放在太平間 結果我自己 我跑去冰鬼 這個可能性太小了 可能我會很熱 可能中暑 那浪開始下天都是這樣的 但是我是不曉得 冰箱不是都冰鬼嗎 都冰鬼 抽起來 人家在裡面 對啊 還要有人蓋進去 哪有可能 我自己挑起 裡面一個沒人的 是那個 我跟你講 會不會是障遺色的人 那個人自己空蒙去 處理好之後去放流 重來說人沒去 可能是這樣 自己忘記了 對 或者是障遺色的人 那個冰塊好不好躺 對一點 怪怪的 好不好躺進去 很好躺 它就出來了 你跟阿伯母回去再看看 我不要躺過了 一個很厲害 不是 這事情跟我們說 後來林安寺 太平街裡面也要裝監視器 真的 才知道怎麼回事 所有的鬼故事都會變成笑話 各位先生你為什麼談過 不是 我最熱鬧 你自己在做什麼看法鬧 我還很奇怪 他們每天都要開冰箱 都要弄問 我都想幹嘛 弄得到有聽 裡面的人才有聽 尊重嘛 他是回酷怎麼辦 我剛才剛才一間走就笑了 有鬧嗎 你有鬧嗎 有鬧 有鬧 過林安寺的人 不是都聽到裡面的人說話 他就很氣 他也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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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監管理員 臨監管理員 就是林安寺的管理員 就是醫院不是有好幾個兵庫嗎 他每次去睡 他就睡在那裡 在旁邊的人在說話 他就很疼 他下來看 他越嚼越嚼越去 就越小聲 他聽到說 還沒聲 還回去了 還在說話 他很疼 還在說話 還在說話 還沒聲 他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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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那邊廁所都開了 開了 我看在說話 還在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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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疼 用米的米粿 他都 聲音就順不見 他 他一看到 就是要看那個人的時候 聲音就不見了 他就去 那邊廢都沒睡 他就去到那裡 他就去到那裡 跟他老闆說 我阿咱把他講這個 晚上都沒睡 還在亂三學 不知道 他跟他老闆說 他不知道怎麼說 他不知道怎麼說 他不知道啊 他本來是要聽 但是都不知道什麼 他跟老闆說 他老闆就說 你喔 你沒錢沒錢 你每個人去跟他論問 像我要掩飾器 要開燈小聲 要跟他扭一下 他都不跟他論問 他就要扭出來 啊 你老闆也會見 說你不這樣 要跟他論問 這是一個雷毛 雖然人家死了 但是你要跟他論問 他說死了 沒有感覺 扭他問要做什麼 他很天氣 所以他每次都這樣扭 這樣扭 他就這樣扭 他打不住 還換人家 人家說我沒聽 現在換人家 他就沒聽 我現在是換人家 對大體不尊重 對 真的 來 我們先休息 請問他 你也做這個 不是我打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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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剛才高法醫有講到那幾個 太平間的故事 對不對 高法醫你有說過 其實我最近 因為爸爸媽媽都年紀大 去醫院 他發現 平衣也是沒有死亡 沒有啦 沒發現平衣也都沒有死亡 絕對不可以 所以平衣也很相信 你不信不行 我以前有一間醫院 就是他就是不信 他就給他一下死亡 對 有真的死亡 真的有死亡 我去檢視 不知道檢視 十幾個以上 一個沒大平衣 常常死亡 死亡 對 然後我就跟店長說 你這樣不好 因為你這院不是很大 其實我在院室 我都會 都會算說 到一間病院 尤其台中很好玩的 你越大的病院 生理越好 你檢視的處事一定很高 對 因為他機會比較大 所以你如果覺得 這間病院最近在檢視 檢視的處事 你就知道 這間不是生理很好 就是有問題出來 哦 你把它拚過 要拚就是這樣 它不是很大 拚的病院幾十層而已 你不是很慘 你如果想要死 你如果想要死 我肯定還好 還好 還好 聽說法醫也沒有三樓 開刀房會不會有靈異事件 會啊 其實就是 醫院 你們會問說 醫院裡面是不是什麼地方 最容易碰到 最容易撞斜撞這件事 其實到處都有 只是沒有人的地方 你也不知道嘛 所以其實家戶病房 開刀房 普通病房 都有很多 像你說樓梯間有 那個倒垃圾的地方 反正也沒有人去那邊待 所以那邊有 你也不知道 大家先看一下開刀房的圖 這個是 裡面有床 然後上面有這個 這個無影燈 這是開刀房 這是從門拍進去 對從門外拍進去的 那這天為什麼不用 不是 這事意圖 我只是要進駐今天的重點 就是開刀房的鬼故事啦 那其實我們 你講的那個故事是說 我之前在一家 南部的軍醫院啦 那規模不大 所以裡面就是八間刀房 那通常開刀房 好像以台大來講 我們的急診刀房 就是第一跟第二 因為那個最靠近出入口 旁邊就是家戶病房 所以這個地方最好送 你不會拿第26間刀房 當急診刀房使用 可是這邊很奇怪 他的第一間刀房 就不是急診刀房 他的急診刀房是二號房 所以晚上呢 我就覺得很奇怪 可是我也沒有問清楚 所以 我們晚上值班的時候 其實醫師是有值班室的 可是 因為刀房那邊 電腦一直開著 然後旁邊就是淋浴間 廁所 然後沙發 那個棉被拉了就可以來 蓋在身上 因為有時候很冷啊 就可以拿好幾張床單棉被 所以我個人值班的時候 很喜歡躲到開刀房去值班 然後那個晚上 剛好我是值得開刀的那個班 所以 我就 我就守在開刀房 欸 晚上大概 十二點的時候 我就 打完電腦 就 有點累了 就去廁所 就 上完廁所回過頭來 看到那個 一號房 的那個 燈是亮的 我剛上網的地方是在中控室 那個開刀房的那個 規格是回字型的 一邊四間一邊四間 然後前面推病人進來 然後中間是那個護理站 麻醉 麻醉科的辦公室 跟護理師的辦公室都在這邊 所以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一號房亮了 這種時候表示說 要接急診刀了嘛 然後 麻醉科會先去把那個 開刀房的麻醉機打開啦 一些東西準備好 可是 我的手機沒有響 那時候是用BB Call 我沒有被傳呼到 我就覺得很奇怪 剛好 裡面有個麻醉科醫師走過來 就走出來 我就看到他 我就要過去問他說 欸那個 是不是等一下 一號房是不是等一下接急診刀 那麻醉科醫師不理我 就走了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很奇怪 我就上網查電腦 看一下排程 也沒有急診刀的排程 結果這時候我又 回去看一號房的燈 又按掉了 我就覺得 啊奇怪 這怎麼回事 然後 因為我那時候又走進一號房了 那時候電腦 他那邊的電腦也開著 我想說 如果說等一下 這真的有什麼事情的話 那 我就在這邊也比較快 我等那個麻醉科醫師回來好了 我就去 用一號房的電腦 欸 很扯 最早我在打電腦的時候呢 我就聽到 嗶嗶嗶然後 後面那個麻雞又被開了 就是那個麻醉機是沒有設定定時功能的啦 就 晚上就忽然那個麻醉機就打開來了 那時候我就整個人就毛起來了 我就趕快 就趕快離開 就趕快離開這個開頭房 就趕快回 回我自己那個宿舍 你會怕鬼嗎 不是那個是 那個很毛啦 那個感覺 你很想見他 但是你真的碰到他的時候 你這樣不幹嘛不去試試看呢 對我之前就說 我很喜歡想要去碰到這些事 可是真的碰到的時候 你就開始害怕了 尤其是這時候 整晚都 這邊也只有我一個 啊 啊 後來是隔天 我就 上班的時候 我就跟那個 資深的一個護理師 就來聊天啊 那個是麻醉科護理師啊 我就在想 欸 為什麼你們那個一號房 就是不接急診房 然後那個麻醉科的護士 就很賊的笑 說你怎麼會 對這個事情很好奇啊 我就覺得 其中一定有什麼問題 我就說 昨天晚上很奇怪 我值班的時候 我就發生這些事情 然後就說 你 就碰到了嘛 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故事是很久以前的 到底多久以前也不知道 總之就是 那個麻醉 那個刀房 晚上有一個麻醉科醫師 發生了一些事情 前面的故事很複雜 但是總之最後就是 有麻醉科醫師在裡面 用那個注射麻醉藥 自己 自殺 所以 有啊 其實我們醫師 真的想要怎麼樣的話 很容易啊 那你為什麼會 在備用櫃遇到鬼 好 那個 等一下就跳到備用櫃了 這個 等一下啦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個方式 我等一下這時候 你一直要喊進去 你也會這樣 我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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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醫師 櫃子 這個 先看一個圖片 這個是 就是備用櫃 一般我們的櫃子上面 都會寫 醫師的名字 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使用這個櫃子 洪浩雲 你那是要放什麼的 這個我們進去 開招房之後 我們要換衣服啊 所以我們的衣服 什麼都丟在這裡面 當然這是 這個東西是示意圖 不是那家醫院的 因為那家醫院 已經是四五年前的事情了 那那個家醫院很小 所以他進去的那個 備用 我們的使用的 這個櫃子不多 其實很慘的就是我們 剛進去的時候 住院醫師很多的時候 他沒有那麼多櫃子 所以我跟另外一個醫師 還共用同一個 因為你們都是可憐的 第一年住院醫師 你們的活該 對阿我們 可是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發現說 旁邊有 就是另外一邊有個櫃子 沒有人用 上面就寫備用櫃 其實那個備用櫃呢 是來賓專用櫃 但是更好笑的就是 我去問護理長說 為什麼那備用櫃不用 他說真的是來賓專用櫃 但是來賓專用櫃 明明外面就有 另外一個來賓專用櫃子 所以我就私底下 把那個櫃子A起來用 反正你其他備用櫃 沒有人會用 我只要不上鎖就好了 反正都丟衣服而已啦 有一次晚上大概 過了12點 大概那台刀開完 大概1點多了 我就下刀 然後回去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櫃子被打開了 因為也沒上鎖啦 所以被打開是很正常 可是裡面的東西被丟出來啊 我就很不爽 然後這個 這個地方管制區欸 對不對 病人家族都不會來 所以是哪一個混帳 是想要偷我的東西 可是我身上也沒什麼東西可以偷啊 剛好那個 助手 外科助手 就剛好進來 那個外科助手都 年資很長的 他們那個四五十歲有了 我就跟他講說 欸 這怎麼回事 偏偏這裡 換衣服的地方 沒有監視錄影帶啦 我說這個一定有 誰亂動 這怎麼辦 喔那個外助大哥 很鎮定 他就說 這個東西收一收 不要用這個櫃子 我說 這個 明明就是有內賊 這個要把救 救人救出來 他看我很氣 他就把衣服換完之後 說來來 外面那個沙發區 有咖啡我們去喝杯咖啡 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備用櫃 以前 是有人在用的 沒有錯 可是呢 最 大概十年前還是 反正這種鬼故事 都不會有正確的時間啦 就很久以前呢 有個外科醫師啊 他住在這個醫院附近 所以他晚上值班的時候 常常會跑回家睡覺 就是 就所謂uncore 在家uncore 我們是因為住很遠 所以要住在醫院術室可以隨時來 他不用 他還蠻近的 可是那天晚上齁 大概過了十二點之後 有車禍 人力不夠 所以其實 算起來他也不算uncore 他只是被叫過來幫忙的 結果他就 車子開 喔 就出車禍 在路上就死 就往生了啦 從此之後呢 那個櫃子 理論上這個離職 往生的職員 應該就有人換櫃子 可是那櫃子只要過了晚上十二點 就在一二點之間的時候 那櫃子就被打開 如果裡面有人的東西放在裡面 都會被清出來 嗯 他自己呢 這個外住大哥就說 之前有一個 助手就是這樣 這當然 醫院都不信邪 就像剛剛就講了 我們都不會做法事 所以這種事情就是頂多就是 換個櫃子什麼的 就是直到有一次啦 那個有一個外住,下刀的時候了 進來 欸 聽到說對面有那個聲音 就是櫃子打開的聲音 他本來是 講說他打聲招呼嗎 說欸 開幾整刀啊 不對 噼噼噼噼噼噼一樣東西全部丟出來 還有覺得奇怪 他就趕快走過去 因為那個就是 櫃子是背對背的 所以就繞過去看 地上都是東西 他走過去的時候呢 那個櫃子門打開而已 有一個鏡子 小鏡子 整理移動用的 他走過去看的時候 就發現那個鏡子裡面有個紅色的影子啦 喔 當然如果現在來講的話 一定是喔一定是一個 全身血淋淋的人影在裡面 不過這個我們 講話都不會這樣講 就是說反正他看到一個影子 我就嚇到了就 這種事情就傳開了 那我那時候很感慨 因為那個外注大哥講的那最後一句話 在我印象很深刻 他說這人真可憐 都死了還會離不開這個鳥地方 所以這些外科醫師一定 有時候想想真的怎麼發生這種事 有人櫃子接觸還在用 不是因為沒有人 還有被使用 我跟你講沒有人跟他解約嘛 他還在uncore 還在uncore 所以後來變成來賓使用櫃 因為來賓不會半夜過12點還在醫院 所以12點以前的櫃子都不會有事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要有一些自己的判斷能力 就這麼多年來櫃子都不夠用 偏偏還空了一個櫃子對不對 這種時候就不要去用它 對 這一定有原因的嘛 那陳真呢 我之前是 我在我們台北有一家很有名的醫院 那我認識一個學姐 她是護士長 她現在到護士長了 已經熬了10年了 她之前是護士 她就講說她記得她剛去 那家台北市的醫院的時候 她就講說 她管六樓嘛 六樓是病房 有洗腎的什麼都有這樣 然後那個 因為她是守小夜班 小夜班從8點開始 然後兩個人輪班嘛 然後那個比較資深的學姐就跟她講說 我跟你講喔 小夜班這個時間會跨到12點左右 因為8點到可能凌晨幾點 那你要是守小夜班的時候 你要是有看到一些 因為你知道人鬼殊途 如果半夜你要是看到那種 嗯 有人在病床旁邊 然後是說 看起來好像那個人 不太 人不人鬼不鬼的 很親的還是什麼 你不要看她 反正你只要知道不是你的病人 因為他們一個護士 大概守兩三個嘛 人不人鬼不鬼 反正你只要不是你的病人 你不要去看她 他說為什麼不要看她 他說因為喔 你知道很多人 尤其是人往生的那兩天 他們有時候不知道自己已經往生了 所以他們會 那七天 對那七天 對 為什麼要投七 對他不知道自己往生 所以他有時候會回來自己的地方看 或什麼 或是他會知道你看得到她 他會想要叫你幫助她 什麼傳話什麼的 所以你不要 你就是不要看她做自己的事就好 他說好他就緊記 反正他就是記住他那個洗腎的病人 旁邊有誰的 他就記得他的病人要照顧好就好 其他就不要多看這樣子 然後他說他第一天值得說 就第一天晚上八點 也不是什麼很可怕的時間 就看到從電梯出來一個 穿著像 穿著藍袍 像是 像是他們醫院的那個 那個醫生女生病房 病人穿的那個衣服 但是又不是他們這一層樓的 感覺好像是從別的醫院走過來的 他完全沒有看過的 很淺很淺很淺的藍 然後是長褲長袖 然後那個 那個女的整個的眼睛 全部都是紅的 紅到已經看不到黑色的眼球 他一看到他就想說 趕快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就是想說 人不人鬼不鬼 然後他走路奇漫無比 就是他是正常的人 可是他走路奇漫無比 而且感覺整個人很輕飄 就是很輕飄 然後他也沒有 他也想說不要問他幹嘛 這樣子 他就走進他那個 顧他 他是顧6A床嘛 他就走進那個 6A床的那個洗腎的病人 他說那我可以讓他進去 他是來看病的嗎 還是什麼 然後就心裡想說 學姐有講了 有時候人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他就想說不要看 他就這樣自己很輕飄 那個長廊沒有很長 可是那個女的走很久很久 然後女的就彎進去 走到那個病床 他就遠遠看 因為他坐那個 那個護士站 是看得到他的病床的 他就看到 因為那個洗腎的病人很嚴重了 有時候已經都在 迷流狀態了 那個女的就直接對著 那個洗腎的病人 就好像眼睛對眼睛 就瞪著他 因為他一看到他眼那麼近嘛 可是他手上也沒有任何的凶器 他也不會怎麼樣 可是他就是看他瞪著 那個洗腎的病人講什麼 然後他就心裡想說 以前的護士長講說 人快死的 前一兩天 有時候你知道 會什麼黑白無常 要把他帶走了 要把他帶 可能先跟他講 告訴你時間快到了 明天他把你帶 之類 他不知道他說聽過這種故事 是不是 他總是這個洗腎病也滿嚴重的 該不會是明天就要走了吧 他沒有想太多 反正洗腎病 因為他已經迷流 然後他就是 他就頭在這嘛 就這樣瞪著他 但完之後不知道講了什麼 他就走了 也坐電梯走 就這樣走掉 然後他就想說 他就當作沒有這回事這樣子 隔天第二天的晚上八點多 又一模一樣又來了 又慢慢來了 他又慢慢來了 就是又慢慢來 然後也是跑在床邊 然後頭就在那個洗腎病人前 也是瞪著他 他就想說 哇那我看他真的差不多 來 零來兩天 他應該就是 這兩天要走了 這兩天要走了 然後本來還跟他學姐說 不知道要不要通知他的家人 搞不好這兩天情況 可能不怎麼好這樣 然後他說你不要管人家 這個不是我們管 這是醫生管的 他什麼時候走 那是上帝在決定 不是我們決定的 然後到第三天 又來 可怕來了 第三天他又看到他 反正已經第三次 他就見怪不怪 反正就是這個禮拜 他一定會走 他在心裡這樣想 他又來 可是這次他覺得可怕的是 一模一樣的衣服嗎 還是那個淡藍色的袍 然後眼睛很可怕這樣子 然後臉上很多紅紅 一點樣血絲的東西 他走過來的時候 他這一次的下半身 就是腰部以下全是鞋 尤其這一塊 都是鮮紅的鞋 因為很明顯 就是你整個人穿藍色的袍 你下半身有鞋很恐怖 你這樣只有一個人嗎 他沒有別人嗎 那時候8點 因為他們都是這樣子 他們熟小夜班的人 七八點的時候才能吃飯 所以他一定是讓學姐先吃 等到學姐9點多回來再換他去吃 剛好他一個人在的時候 所以這個8點多的時候 都是他一個人 其實也沒有什麼人會來探訓 就是那個會過來這樣子 然後他就想說 他過來這次帶美鮮血的意思是什麼 他心想說 是不是就是今晚的 就是這個時間 他在想 可是說也奇怪 他在想的時候 那個女的不是走6A 那個女的是靠近他 他想說他是來抓我嗎 就是他帶著鮮血 然後他要靠近那個櫃台 他就趕快站起來 想說我那麼年輕 你不是要來帶我 他就想說 我要當作沒有看到他 所以他走過來 眼睛要對他說 他就站起來 趕快就往後走 他就想說 你不是來帶我的 我不要被你帶走 他就要先健康感 好 好 不好意思 不要講 第三個晚上 這個穿藍色袍子的父母 下半身全部都是血 然後沒有往6A病房走 竟然往護理站走 就直接要面對這個小護士了 小護士緊記著學姐的說法 見到人不人鬼不鬼的 立刻走開不要理他 所以他就站起來 還要走 他就想說 他那時候才27歲左右 那麼年輕 他說你一定不是來帶我的 我才沒有要跟你走 所以他靠近他的時候 他一趕快就自己站起來 就要往後走 那後面是走到 他就往後轉走說 我就不要看到你 你不是來帶我的 他就走走走 就走走他就 因為前面有那個窗戶 其實可以反射 因為天是黑的嘛 他可以反射到後面 他就從那個鏡子反射 看到那個身上都是先前女生 他手是這樣子 就好像要把他抓住還什麼 他想說他真的要抓我嗎 他不是要抓另外那個嗎 他就越走越快 我不知道他沒有聽到聲音 他就這樣手是這樣子 就是從那個鏡子這樣反射 看到他手是這樣子 但是因為他走得很慢 小護士很害怕 就是你知道連走帶跑這樣 他想說他這樣手是什麼意思 他就走得很快 結果沒多久 就砰一聲 很大聲 砰一聲很大聲 砰完這個聲音之後 聽到另外一個是尖叫聲 就是啊尖叫 他就趕快一回頭 就發現那個身上 都是鮮血的那個 倒在地上 遠邊跑來那個剛吃完飯的 他的學姐 就趕快說小姐你有沒有怎麼樣 就趕快扶他 然後那個學妹就說 你看得到他 我看得到啊 那他是 他說他穿的是那個啊 哺乳裝啊 他是三樓的產婦啊 那個衣服 因為他可能是 都是守六樓的病房 一般的病房跟三樓婦產科的 穿的不一樣 因為三樓那個是哺乳 這邊是有開洞的 開津的 就是要哺乳裝嘛 他這是三樓婦產科的病人啊 下體又流血了 開到那裡 而且因為他生雙胞胎 那可能第三天還是什麼 子宮 可能收縮沒有很好 大量血崩出血 那他為什麼每天都要來 他說那為什麼每天都要上來這裡 他說因為六位那個喜慎是他老公啊 他是來跟他想說 就是 他說他都瞪著他耶 他說人家生完小孩很虛弱 他是來沒有瞪他 是來跟他講說 我們小孩出生了 你要趕快好起來 那他說那他來找我幹嘛 人家血崩了需要幫忙啊 他說哦 那你都不理他還一直走 後來他就不知倒地了 他說所以他不是來帶他 他不是來帶我 他的眼睛像血 其實我那時候生完也是耶 因為你自然產的 用力 用力的時候你整個臉會大衝血 對 那只是他可能生雙胞胎的 媽媽很有可能會下體 會亂血崩 那你媽媽要笑你怎麼洗腎 什麼東西啊 沒有是他的老公啦 對啊他先生啊 他眼睛啊 先生洗腎 就洗腎了 洗腎 即興的 他可能跟他老公說 我們小孩出生了 就是叫他趕快好起來 他以為他是來帶他的啦 所以這是膽小護士 其實他們也要自己嚇自己 嚇死了 其實很容易自己嚇自己耶 但是我還聽一個是 他也是 他進去 他的同樣的 小夜班的護理長在講 他說 他是守家戶病房的 那其實家戶病房就是最多 最會有這種 生離死別的事情會發生 然後他說 一般那種插管的病人 他們如果要差不多的話 他們可以選擇 像要回家 還是選在醫院往生 就是你可以讓家屬選擇 這樣子 有的是會流一口氣 趕快救護車送回家 在家裡往生 那有的就是選擇在醫院往生 這樣子 大部分都帶回去 對 有的會帶回去 他說那一天就是 那個家屬是選擇在 醫院往生 好像是因為他們家比較遠 我不知道是在台北的大醫院 可是他們家鄉是在南部 想說也送不回去了 乾脆就在醫院往生好了 然後在往生之前 家屬就會帶他們的衣服 帶這個病患 平常愛穿的衣服回來 就是說不希望他是穿著 醫院的衣服去世的 就是說插管之後 希望說護士做簡單的 清洗大體之後 幫他換他他喜歡的衣服 他說好沒關係 他們就兩個 他就那個護士幫他做 他們就帶了一套衣服來 是個阿婆 帶一套衣服來這樣子 然後就幫他換 上半身就換好了 那因為知道人 就是去 人走掉之後 其實你的身形會有點變 尤其那個媽媽 那個阿婆 躺在醫院聽說已經躺半年多了 下半身其實非常非常的腫 已經因為躺太久了吧 就會非常腫 那他們的家屬帶來的衣服 可能是他很久以前的衣服 可能十年前愛穿的什麼衣服 這樣子 結果那個護士就發現 他褲子穿不上去 而且因為他病床躺了半年多 他都有殘乳墊什麼的 所以臀部這一區 其實是比較腫了你知道嗎 他就說帶回來那件褲子就很難套 他就心裡想說 算了啦 反正我都幫他穿那件上衣了 就是上半身穿自己的衣服 那下半身還是維持 醫院的褲子好了 因為他覺得硬要套很不好套 他說他才剛這樣想而已喔 剛剛那種說 好像想放棄不想幫他穿 就突然 就像剛剛他們講的 就是突然那個阿婆的那個魂 好像一個人體半透明那種魂 就是浮在他旁邊 他也是這種從無到有浮在旁邊 然後瞪著他說 我要穿這件 真的 嚇死他 然後他整個就 趕快怎麼樣 就硬要把他穿上去 就嚇到 然後結果這個故事 竟然還有後續耶 他因為當天 幫他放上去的時候 他整個就是 因為他說那個聲音非常非常輕 就是一個阿婆 瞪著他 而且很兇說 我要穿這件 他就 趕快幫他放上去 然後整個就扔在旁邊 就是不發抑鬱 可是那一天醫院的聲音又特別好 就是病床是不夠的 那通常這種就是 剛有 你知道就是有人往生的話 那個床一定要洗 一定要換 床墊還要翻 還要什麼的 那因為他是 他要送病床下去 因為有一個車禍的 那個女騎士 他急需要病床 下面都沒有病床 他要趕快推這個空床過去 可是因為他剛剛 那個聲音跟那個影子 已經把他嚇到一個魂飛魄散 他完全忘記那個程序 完全忘記說床要洗 床要什麼 他就推了那個床到 急診室那邊 就要給那個 剛出車禍那個 急診室的那個小姐用 就要給 因為那個小姐就是 好像騎摩托車 有內出鞋還什麼的 然後 單架就要 他就推了那個床過去 也沒有用 據說那個 上去的時候 聽說那個 因為那個女騎士 是下體受傷 可是她的腦 意識還是清醒的 她就對那個 台單架的人說 她不要那張床 但是她也 因為都很情急 也不知道為什麼她不要那張床 反正你還不管就把它 放到那張床去 就推進去了 推進去之後 據說那個 女騎士 就說 她就跟她的 男朋友講說 她為什麼不要順床上床 是因為她在單架上 就有看到一個 阿婆躺在那個床上 瞪著她 她就是看到有人在那個床上 她就覺得說 有人在那個床上 你還幫我弄上去 可是躺上去 她覺得 又不是躺在一個人上面 事實上是一張床沒有錯 可是她可以感覺到 那個床上是有人的 床兩個人 櫃子兩個人 對 然後她因為住院要住一個禮拜 然後她因為下 那個腿又受傷 所以就不是很方便 她說她每天晚上都睡得非常不好 每天晚上都有人在搖動她的床 各位意思 你聽說你當法醫以後 會碰到鬼是嗎 才會 我以前其實在醫院 我們也都沒有感覺 你如果知道那個鬼 真的有人出來 那感覺又出來 而且她出來那個感覺是冷的 譬如說你現在在夏天 我上次的那邊就是 你不太不及怎麼冷風吹來 就那隻歐巴桑那個 是那個皮霜死亡那個歐巴桑啊 他就你在睡覺的時候 那個大熱天 所以皮霜是煮傷的嗎 不是 他先生有害死 把害死 把他保斷在水餃裡面嘛 就讓他吃 吃了就死了嘛 死了送到醫院的時候 他要破壞現場 所以他把他送到醫院去 幾歲啦 差不多要到五十歲 五十歲 要上去便宜嘛 便宜你看看 很大看到嗎 有時候醫院也是很糊塗 就心肌梗塞 要開給他 皮霜中毒死亡 什麼心肌梗塞 當時還看不出來 在急修過往當中 因為他來就死了 一直救一直救 救不起來 還要這麼大股 心肌梗塞好了 所以沒有說這麼大股 這麼大股就怎麼樣 一定會心肌梗塞 好 他就想不開心肌梗塞 以前不像現在 現在就是如果病人來死了 就是DOA 連死亡人生都不開了 以前比較故意大家都會開 他就問家 他說我心肌梗塞好嗎 這個 這個 先生當然也說 不好 他說不好 為什麼 他說我們吃水到嫁死 這是意外死亡 我要給意外協要領 好險 人比鬼可怕 不欠金 因為要意外得有 對 意外得有 有啊 你突然間也有 突然間也沒過 這樣就要證明他真的有嫁到 對 所以這個主委醫師就想說 我也不好 你以外向我們 以前也不可以去 要法醫再當虧 結果上面 那時代就跟他說 好啦不要啦 不要虧啦 他就有意見 等法醫來 對 剛才輪到我 叫我去 我一刻他跟他說 我當然說 你如果知道他吃水到嫁到 我就想說法醫 你是在說我們厲害 你比我厲害 對 我說是怎樣 你也知道他吃什麼 我剛才吃水到嫁到 他就倒下去了 所以我認識 吃水到嫁給你 我就想好 要不然 你如果要開意外就可以 我沒辦法 破掉就好 這樣你會開 如果裡面有水到皮 還是水小線 我就開意外給你 沒關係 他就沒了 他就說 為什麼又有這個 你現在開給我 電視就是要開開過來 他就知道一定不是的 所以他就說 你不要開我不要讓我下水 這樣 我就想賣 我留下怎麼 減的就說 那自己人 給他 都給他我 有食材 我是說 不要 你要開意外 人家不知道怎麼死 我當然是 剛才衣服要穿 在那換衣服 結果辛苦有出現出血點 有紅店出來 出血點什麼意思 就是有出血 墨燒血丸出血 你會知道一定有問題了 我們人沒有代表 墨燒血丸出血 多久嗎 如果皮酸多久 皮酸大概 一兩個小時大概就出來了 你剛才看到的那換衣服 對 剛才換衣服 剛才看到這個皮酸出血出來 我害啊 這怎麼會中毒 我就在煩惱 你知道嗎 那這怎麼會中毒死亡 我就說 這樣好啦 沒問題 你再回去看一看 檢察官也說 好啦 再考慮看看 你如果真的要開意外 告醫師說 割罪理就很簡單 就割就好了 結果回去以後 他隔天就打電話跟檢察官說 不用了啦 你又開死亡 很多次給我就好了 開始亡證明就好 對 開始亡證明 什麼都好 沒關係就開就好了 我會讓你作為撇破 對啦 不用破 我用力我不破 我也是想說 怎麼會使用 改變你的心理 我突然靠著說 要開就說 不然回去便宜再開 不要讓我開了 我也是想 不要拿錢去 你還要負責 我都買 不然改破 便宜開就好了 沒得開 心去梗塞就刷了 對嗎 但是便宜也沒得開 那沒得來啊 這個死者就來了 他就晚上就 我在睡覺睡到一半 我以前很少趴著 我都躺著睡嘛 我們就沒辦法在睡 那才不知道是怎麼可能 稍微喝一杯酒 怎麼要睡 咬著就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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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問在那裡 真的在夏天 好像七月五月 還是 很熱 我都沒有在開冷氣 我這樣 我肯定是 也沒有什麼錢 所以我很少開冷氣 對 所以我都... 這跟故事無關了 就標準了 所以我不要在開冷氣 我後來又沒有電 我後來又沒有電 我後來就開了 我後來 不要幾個就睡了 咬著就 咬著就 咬著說 怎麼有兩風進來 我以為奇怪 冰箱沒有關好 那兩風跑出來 我已經冷醒了 咬著 奇怪 我以為還要 冰箱沒有開 沒開 沒開了 很多錢 我以為八個關起來 很簡單 八個不起來 你知道嗎 那個感覺就讓你說 你說 那起來就 怎麼卡住了 怎麼卡住了 他就像奇怪 他就像 這怎麼 要怎麼辦 過差不多兩分鐘 那個人 就有人站在門口 因為把我的門開開 那個門有聲音嘛 我家那個門有那個聲音 我們就門 說 咦 怎麼門開開 還要 會不會小偷 現在就不像 不是冰箱 小偷的問題 插嘛插嘛 要起來 真的是不會動 就是不會動 但是你意識是清醒 我那時候還很年輕 我那時候還三十六歲而已 很用的 怎麼可能 一直想不可能 但是 這個人 他對那個門一直走走走走 你拍這樣 你有感覺 坐人一直走近你 一直走近你的感覺 你會感覺說 這個人這樣也沒辦法走 走來你也沒走 站在你 你倒在這裡 他怎麼站在這裡 給你站在那一分鐘 都沒聽到 先看 你要拚起來 你拚起來看 你看到他也沒有 沒看 沒有 你如果過差不多一分鐘之後 他就把你抬下去 抬下去 抬下去是不是 臉對你看 人都這樣 他都給你對看 你有一點衝 這樣嗎 他這樣壓下來跟你對看 跟你對看 你不是講 我很胖嗎 沒有 沒有 我就想說 這人怎麼這麼高拐 這樣 那應該滿重的 他就把他抬下去 那又是 那又是老爸上的人 很明瞞 我說你罵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船不起來 就很重 船不起來 又拚不起來 哇你很麻煩 是怎麼樣 他就把你找 我有事找你 他就給他印公義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清楚 就是說 我跟台語跟你說 你要是公義給他印 我就很敏感 因為我這公義說得不好 我從 這個聽到怪怪 我阿嬤這樣 我起來 起來而已 沒看到人 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這人又很冰 很冷 很冷的感覺 我就想奇怪 這是什麼 然後我就去 就是 就想把門都看了一下 關好 隔天要去上班 去看冰箱沒有啦 有啦 我冰箱沒有啦 冰箱沒有啦 冰箱有關 冰箱有關 我就去上班 下班差不多八點 我去上班 那時候 那個檢查公司 有腳底來說 要找我 還要檢查 檢查也來 那天照相 那個死者 有去照相 就拿來給我看說 開事 你要不要開始完整 那是給他 我說 對對對 那裡那個 那個犯者 死在病 我就把這個 這個相片說 一直想把我拿起來 要簽嘛 要勘用 要寫 接著那個相片在那裡 跟那個完全感冰 唉唷 那個感覺就是怕 唉唷 那什麼感冰 我想 嘿 這奏法一定有事 對嗎 一人就是我 靠給他 等一下再講好不好 好啦 高醫師下一段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欸 這樣真的真的會生冤耶 真的啊 真的 我剛才第一次嘛 你還怎麼這麼大塊 我怎麼這麼大塊 他就很大塊 他就很大塊 很重 高醫師 阿過來 結果我就接人去 我就看到那個料 我 警察官說叫我靠給他 我就靠給警察官 警察官說 那個死體怎麼辦 他說 對啊 就看你姐姐 因為家屬已經不追究了 就說你開始 病死也沒有關係 他說現在在哪裡 他說在冰櫃裡面 他說 他不是說 難怪昨天那麼冰 我還沒在那裡喝 他一定聽得聽不懂 他聽得聽不懂 他聽得聽不懂 簡直我想解剖一下好了 他說你怎麼又改變了 你不是說他如果沒意見 你會跪下去 我說不要啦 看著比較實在 還是有問題 因為我隨便 要退冰嘛 退冰就說要改破 那個就是蔡先生 他跑到我辦公室來 一直把他嚇 啊 這有哪個高拐 你自己說不可以打他 不可以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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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把他黏在這裡 我就覺得有信息了 這一定有問題 喔 他緊張了 有信息 打完之後 我們就上鑑定義 裡面有出血嘛 很奇怪的出血 而且心臟流動血液太多 我們知道這一定是 重死死亡嘛 而且兩輩都水腫到1500g嘛 雖然這個也很胖 但是超過1000g就有問題 我知道 秦國一定有問題嘛 這實在重死 雖然這個很胖 對啦 雖然有點胖 我們就上鑑定 這樣還沒回來的時候 就覺得說 那個台北 那時候是楊日聰 楊博士他們做 刑事警察局 警察局 見識科 就靠近來說 高醫師這個好像是批霜 我們 那警察官就馬上帥隊去 家裡把它封起來 他很大膽 他就要把吃剩的水餃 他把它丟在垃圾上 他沒有消滅那個水餃 我們那個水餃一拿起來比對 一送比對完全一樣 警察官去起訴他嘛 其實他就 那時候就要取勝他死刑嘛 因為殺人嘛 那時候我去接我太太 那時候我太太從日本回來 我就想說 這個案件去解決了 我就去接我太太 那時候很久 那時候那個接 那個什麼 空港就是那個 機場的那個 巴士都是做到新竹下來 一接課 再回來台中 那時候我就 我就跟我太太講這個故事 然後我太太就一直聽說 那怎麼辦 就跟你們講 放棄後就把台北創殺掉 這鄉 這鄉 他為什麼 不是 他是一個公務員 他又是主管 但他母親再補他就溫暢 他就主管下來 所以他就去母親 就把他死掉了 然後都帶周圍 他有小三就對了 有小三有小三 有一個五年 有一個五年 還有一個 還去那邊補險嗎 那時候他以前就補了 他有補 他以前說 如果可以補最好 他不是故意補這個險 對 結果下來 我就跟我們太太講這個故事 我怎麼就 我要跟我們太太形容 說這個人的臉 那個兇手的人 什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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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說的是 我說不出來 想要怎麼形容 有偷偷什麼 很難形容 這個人剛才對身體走起來 好可怕 真的 真的 這工一台車 這工一台車 哪有這麼巧 哇 怎麼說就是這個 我怎麼搞可憐 就是這個 唉唷 你沒剛剛怎麼走 我剛才說的是 他剛才停了 我剛才坐在第一位 因為我們都要坐他跑 他看著你嗎 他沒看 他那算沒有注意 他也注意一定會打我 對 他會留一個水餃給你 你一定怕對不對 我吵架 我就說到這個故事 說完之後到身上 差不多嘛 這個故事的故事 差不多一小時嘛 他後來有被判死刑 有死刑嗎 有有有 這關 後來沒有死刑 後來改夫妻徒刑 二省 三省 所以 你把太太說這個故事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們如果有小三就放你去 不是啊 把我們抖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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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要告訴我們 我們有這種事情 在北京開自然死亡 要讓他抬 就是有問題 其實他已經完美謀殺了 他只要不堅持 對 他很貪 他很貪 對不對 後來可是我後來有問他 你如果要做一個事情 他說 我以後我們老婆有四條 我也要加一個錢 可以小三過生活 小貪 人就是要照老婆 照老婆 夠意思 所以你做法醫第一遍 剛才幾個是這 就是這個 對 味來後 後來總共遇到四個 四次 有一個是另外一個醫生去碰到的 那個陰間來的小三 那個很奇怪 陰間來的小三 對 他就是解剖一個 洋傑我就應付不完 還陰間還有小三 夠了吧 沒有 沒有 那個是解剖一個檳榔傑司 那個檳榔傑司 就跟著他回去 他長得很漂亮 他真的 所以不完 他真的長得很漂亮 結果有三個富少 有錢的少爺 趕快要面子去 常常給他買檳榔 結果這個娘很漂亮 就跟他說 你白完出來 我早上九點去你載 我三點就你回來了 這樣三萬 你白完三 出了七個 那個冰島傑司 也說 很會給他 好壯 因為冰島傑司 一月差不多五萬而已 所以他覺得我很會給他 一天就三萬 他就跟他說 不可以亂來 他就說 不會啦 自己人 食材的 他騙 出去而已 直接摘到大大山 三個就把他輪盡了 他很生氣 那我就打電話叫警察來 說你們強奸喔 那一個比較高拐 聽到他 他怎麼招一提 免子沒有一個大射 那個大鎖 就拿出來 從後面就敲下去 一個死啊 那絕對是他殺嘛 對 這個就報警 警察來一看 他殺 打電話給警察官 警察官 一聽說凶殺 高大城 驗屍 我有一個朋友 也是朋友 一個醫生 他是要跟我來寫法醫 寫了一陣子 寫了三個月 那一天他來 他就跟我說 喔 哥哥 原來有這麼荷康的 難怪你喜歡做法醫的 啊 他怎麼會這樣 很不容易 因為他年輕很漂亮 而且又很新鮮 因為你沒有看過這麼新鮮的屍體 大概死了 你要看到這個 要解播大概八個小時以上了 很少說 九點八四 你十點八就八 一點鐘而已 等同真人 等同真人 就很漂亮 因為 平老師本來就有的 就長得真的很好 解播解播完了 就頭部凹陷骨折 乳內出血死亡 結果 他從那裡開 他就撩 我們再打破了 他就回家了 那天那個女孩子 這個實者 就跟著他走了 是後來他跟我講的 因為他回到家裡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是中午 要回家吃飯嘛 然後他家在二樓 下面有一個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車庫嘛 他要回到家 他把車庫打開嘛 那個門就啪啪啪啪 他太太在二樓可以聽到 就探討出來 要跟他打招呼 可是那一天他先生回來 沒有跟他打招呼 他直接走下來 在旁邊開了門 讓那個女孩子下來 有一個女孩子下來 他在樓上看 他在樓上跟他們 人家會給他回掃 他這次沒有 他下去開車 開車門 把那個 旁邊還有一個招呼 讓他下來 他說有客人要來嗎 他就把房間看一看 結果起來也跟他們 先生一下 他說你剛好不是 帶一個小姐回來 他說沒有我開 我帶他回來了 剛剛你不是 跟那個小姐開門 你什麼意思說沒有 其實這個很奇怪 他到最後 他才講說是有沒錯 他承認有 他承認有去開這個門 把那個女孩子 因為他開車的時候 那個小姐就已經坐在他旁邊了 他也知道這個小姐 但是他不知道是那個死者 因為他說那個死者 還沒有知道是誰 可是這個女孩子 不通啊 可是他旁邊坐了一個女生 他不覺得很怪 沒有他以為是他的朋友 就是說 我就說這個已經抵抗抵抗 我說什麼 他也不覺得奇怪 這堆 坐車 人家要坐他的車 我也不知道他裡面 說我什麼 結果沒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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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先休息一下 那個很涼 對不對有夠 有夠離譜 有夠離譜啊 真的 比如說這個 沒有菜 對啊 他經常發現說 他拿到這堆中 他那時候就已經知道了 其實那天回去他已經知道 所以女孩子跟他 可是他不知道這個女孩子就是 那天晚上他們吃飯 他們一個小桌 沒有小孩 就夫妻而已 他說 他太太坐這裡 他坐那裡 然後吃飯的時候 外面有個陽台 他們在二樓的陽台 吃到一半 他太太看到 外面載那個女孩子 他就跟他先生說 欸 陽台有多少人呢 他說 別吵啦 我說 請你來站在那裡 他們才會嚇到 陰仙說 沒那麼鬧 不然外乎 他又吃 欸 真的還有人 他說你去看一下 別這樣啦 對嗎 那種緣哪有準 他就站過去看 沒有人嘛 沒有人他就回來了 坐下來之後 他現在還有看的嘛 他在救援 就說怎麼辦 他就說 阿婆換位 我就換位子 換位子就吃了 那你的還是站在那裡 陰仙看到 有啦 他不講 他就沒有講 他知道是真的 他知道是不講出來 他不講 他就算了 就從那時候開始 我記得那個時候 好像是六月還絕望 然後到差不多十月的時候 他178公分 誰 那個醫生啦 178公分 95公斤 到十月的時候才四個月 他剩60公斤 瘦30公斤 瘦35公斤 然後來蓋佩 對我剛才拍了 一次是突然噴去 阿呦 我說說 你是不是生癢 你是癢 阿不然你怎麼瘦這麼快 你趕快去檢查一下 他就說 好啦好啦我去檢查 阿公斤都沒去 阿有一次他跟我說 你有食材 那個齁 就是 你驚的 可以對 倒是可以把我身體的那個 髒東西把它排掉的 喔 阿你哪有髒東西 他跟了我四個多月 阿 那個女婦為什麼要對她 阿她就告完 她就那時候改派她 她一直跟她說 喔 怎麼這麼漂亮 這長輩子做不到 台海事就這樣 人家怎麼慘 就她說 一直同情她 對 一直同情她 連時啦 連時啦 連時 反正我們在面外現場 反正就不可以胡思亂講 對啊 對啊 會跟 警察也會跟 你女婦你也不會動心 沒有 有時候你會想 我說會說就是 她要閉嘴 你現在說出來 他就知道你有在想 他就看到你的心 我們很怕說 我們沒說出來 我們在想 但是他也知道 不要啦 搞不好啦 你不是說 我不是在想什麼 他也知道嗎 對 可是那個案子 他剛剛沒有講就是說 他們都說八大行業 到最後跟他說 好像不像 因為他都傳統的時候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啊 什麼壯如山啊 我們天天唱啊 當我看到這個樂壇的時候 大失所望 這這就跟西湖怎麼比啊 這麼一個隨便怎麼可能 今天晚上十一點 請收看西湖哇哇哇哇哇 啊